Lun Sang 连接 哇,猜猜我们现在去爱美 我可以透露一点东西让你们知道 就是现在是凌晨三点钟 到时候再跟你们说我们去哪里 我要睡觉先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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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还有很久的路程 但是要吃早餐对不对 肚子饿了 所以其实这边没有什么东西吃的 应该是吃香蕉 吃完过后,我们还要继续多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路程 才到我们去的地方 吃香蕉,喝茶 我蛮喜欢这一个路程的 因为大自然就在我们两旁 我们还需要一艘船才能够达到目的地 就是这里啦 我们花了差不多六个小时的路程 就是要来这一边钓鱼台 所以我们也叫做一个Kerong 所以有人叫Kerong 有人叫钓鱼台 所以这个建议是在水的中间 就是海的中间的 所以四面八方是都能够钓鱼的 就是很多鱼的 不要讲那么多了 我要去钓鱼咯 Let's go OK 现在我们具备这些 呃 鱼钩啊 钓具啊 其实是你要知道你钓什么鱼 最重要 因为海这么大 对不对 不可能丢一只钩下去 就把全部的鱼给钓上来 这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你来钓鱼的时候 跟做健身是有点相像的 就有细节性的 OK 在海的话 你要知道你钓什么鱼 不大这些的 它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绳子方面呢 你必须要粗一些 对 还有鱼钩要较大 这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不肯拿一只小小吃的钩楼 去钓大大条的鱼 也是不可能 对不对 那鱼钩一定会歪掉啊 甚至一定会断掉啊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自己 要准备的一些 一些 这些钓具啊 你必须要了解 说这个有30磅的布绳 基本上是很足够可以拉 那个airbag的 那个paracuda的 看今天有没有 这样子的这一个 运气而钓到的 OK 这个就是 呃 我钓鱼的工具 这些呢 其实是很basic的一些 呃 在Galong 呃 必须要具备的一些 钓具啊 很像这些铃铃啊 当你懒惰的时候 你不可能在那边 手堵待兔 对不对 你去做其他东西啊 听一下歌啊 就用这铃铃 告诉你 已经有鱼上钓的 OK 啊 还有就是这一些 浮瓶啊 浮瓶的话呢 就要看你钓些什么鱼 有些鱼是 呃 在水面上呢 你就可以用这些 还有这一个很可爱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个 这个就是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要钓那一个 呃 呃 木贼 就是 手动 他晚上是会发亮的 所以 OK 刚刚我们说到就是 我们要钓 今天的这个 呃 目标是 Airbag跟巴拉古达 所以 你必须要有一个 很粗的这个绳子 来绑一个 较粗一点的勾 让我们来找一下 什么勾比较适合的呢 呃 啊 对 那 如果这一个的话 就不太适合 因为 呃 Airbag跟巴拉古达 其实它的嘴都 Airbag较小 巴拉古达嘴巴很大 所以呢 我觉得以重力来看的话呢 用这个 对 这个六号钩 就这个 OK 绑的时间到了 这些就是 要讲究功夫咯 对 提示呢 很多人问我 诶 怎么会喜欢钓鱼呢 坦白说呢 我喜欢钓鱼也是 被我爸爸引下 从小呢 呃 当我接触到钓鱼的时候呢 是跟我爸爸对 所以要感谢我爸爸 我的爸爸真为他 每天带我耍 就带我去钓鱼咯 所以现在我也是会钓鱼的 钓鱼呢 钓鱼呢 其实给很多人呢 你一呢 你就会非常的喜欢 第二呢 你就非常的讨厌 为什么这样说 打个笔 有一些朋友呢 完全不喜欢钓鱼呢 你再去钓鱼 他会做什么呢 他会在那里丢石头啊 跟你说很闷啊 干嘛在那边 等大半天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你为什么不去巴萨买鱼呢 他们会这样说的 这个就不是钓鱼的 钓鱼 钓鱼的脚 像我们是钓鱼的脚呢 其实就算是一整天 你钓不到鱼的话呢 我们很享受那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个风景啊 海风啊 那钓鱼在等的过程啊 那鱼在吃钓的过程啊 不管大条小条啊 对啊 是那个过程 对 最重要是那一个过程 还有呢就是钓鱼 所以我个人认为钓鱼是一个非常能够release 就是说减压 那我们每次在这么忙碌啊 工作啊 在城市中啊 其实都很大很压力的 那钓鱼呢 我觉得是可以完完全全的放松 就是很relax 就是什么都不管 对就是很enjoy的那钓鱼 我就是喜欢那种感觉 我觉得呢 钓鱼就很像跟做人的道理 有点想象了 那怎么说呢 钓鱼是很讲究耐性的 对 如果一个人能够 呃 能够就是说 呃 有钓鱼的这个爱好呢 其实呢 我觉得他人品都不错的 哈哈 很像在讲我自己对啊 OK 这个就是我爸爸啦 哈哈哈 也是有muscle的哦 啊 从小到大就是他叫我钓鱼咯 所以每次他有给我妈妈打 就是他害的 因为他在那边带我去钓鱼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钓鱼啊 看你说 OK 现在呢 我们要抓一只新鲜的虾 如果你钓大鱼的话 你就要用火虾 OK 用死虾基本上是钓不到 所以我们抓一只新鲜的火虾 来 啊 抓这个 大只的 哎呦 哎呦 所以火虾呢 记得穿的时候 不要穿到它的神经线 看到 如果你穿到神经线的话呢 它就很快就死了 OK 所以要小心不要穿到的神经线 OK 耶嘿 来了啦 来了啦 我们要钓 大只的鱼啊 大鱼来了 大鱼来了 一咻 OK 把它给我fin一下 啊 现在呢 还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烤你的耐心啊 对 就是很多人讲的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为什么不去巴沙买 我就是喜欢等啊 等就是很爽啊 OK 抓一条虾 抓大条的 因为大条可以钓到大鱼 钓鱼呢 不只是要用到很多的耐心 也要用到很多的鱼饵 也要用到很多的鱼饵 丢去哪个位置可以钓了 比较大鱼 嗯 那个位置可以钓比较大只 刚刚哥讲 那边可以钓到大鱼 嗯 嗚呼 针针啊 我弟弟也是很喜欢钓鱼的 所以被水影响咧 可以飞那个 哈哈 对 被它影响 就算不钓鱼的人呢 都会喜欢在这边拍照 那我们呢 非常倒霉 没有以上钓啊 如果没钓到鱼呢 没关系 不管全力旅行 还是去哪里玩耍 我都不会忘了我的training 还有呢 就是饮食 虽然可能在这边的器材不足够呢 我都会找一个很简单的一些运动 啊 来work up 还有呢 饮食也一样 如果这边可能是在 煮的煮方面不方便呢 我都会准备了mulecraft 所以呢 这就是我的lifestyle 啊 这一次呢 我的训练就没有这么孤单啊 我还有bunny 跟我一起训练啊 这一次的body有点不一样 他就是我的爸爸 他加入了我的训练 除此之外 我在这边 我还灭了我很多粉丝 好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晚餐 你看多丰富啊 我们有鱼 有螃蟹 有汤 有菜 还有黄豆 哇 但是 这个就是我的晚餐 哈哈哈 OK 其实呢不管去旅行也好呢 去 跟朋友出外 去野餐啊 去钓鱼也好呢 我也 我也会一定 保持着我的这个diet 所以每一天我需要多少 这个卡路里的intact呢 我还是会保持着的 所以 还是很重要的diet 记得 其实钓鱼是蛮enjoy的 就是 怎么要几时吃就几时吃 然后 几时钓鱼 所以很 就是很relax的 这就是我的brother brother 这也是我的brother 这些全部是我们的钓鱼的好朋友啊 这我弟弟 对 我brother的女朋友 就是我的弟弟 就是我的爸爸 所以很开心啦 钓鱼就是这样 钓到鱼钓不到鱼 是 另外一回事 最主要是 很relax 去海峰 找一起吃饭 哇 很enjoy OK 大家晚上好 刚刚我们不是说了要钓这个 呃... 巴拉古达 还有钓那个 呃... 什么啊 还有 airbag 对不对 那今天晚上的这个 project呢 有点改 因为我们钓了 超过现在钓了 晚上10点到11点 基本上都还钓不到 所以我们的这个 project有点更改 所以呢 你看看啦 这支 是我们的这个秘密武器 这个椅脚是2万号的 然后这支边呢 就是 PE8的 基本上是很 很大很粗的 我们 他不... 对软的他不要 我们就要对硬的 OK 所以我们要用 尽量这么大的一个三角勾 WOW 他不要吃掉 我们就要用这个 去勾他 嘿嘿嘿 等着看 OK 那现在呢 我们在绑着 我们的秘密武器 就是三角勾 这个是我的好兄弟 他已经 有多年的钓鱼的 这个丰富的经验 所以这个要 靠他来帮忙 因为给我们普通人绑的话 基本上是 承受不住那个大鱼的 所以还是要靠这种 专业的来 帮我绑一下 他是 卖榴莲的 现在钓鱼 够力啊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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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掉 这一次的project呢 我们失败了 因为 我们没有钓到大鱼 就钓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鱼 那其实呢 钓到鱼 钓不到鱼 其实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spend time to our family 我们的家人 朋友 这个才是最珍贵的 这个里程 非常开心 期待下一次再来 我们一定会把一条大鱼给带回家 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 转眼间就要回家咯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个类似这样子的vlog 记得留言 让我知道 然后我可以拍更多类似这样子的这个vlog 给你们看 然后 所以还没有subscribe 记得订阅啊 ok 还有 记得一定要给我 这样子的emoji 还有给我多多的like ok bye 好 好 感谢观看